我最近在吃燕窩 早期是在台灣吃的 那日本以前是沒有燕窩的文化 尊脫災啊 都在吃這個燕窩 都在吃這個燕窩 還有小雪 你知道小雪嗎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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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員 但是生過小孩 但是保持得好好的 就是這條 看起來很高級耶 他真的不是一罐耶 日本的風味 燕窩界的愛媽式的小金條 這個床辦人啊 特別親自去馬來西亞 的ボルネオ島的洞裡面 洞穴裡面自己去採 他們還跟日本的九州大學 一起研究這個小分子的部分 小分子技術 對 小分子比較好吸收 對 比較好吸收 所以呢 就是我是每天 睡前吃一條 那隔天起床的時候 皮膚會比較有彈性 然後比較有活力 因為照顧小孩真的會很累 然後很多媽媽沒有時間 自己煮個燕窩來吃啊 三秒鐘就可以吃這個 一定要吃它 一點的應該需要的媽媽的那個成分 所以晚上它效果比較好嗎 我覺得晚上睡前吃比較好 但它味道好嗎 味道很好吃 這是蜂蜜口味 那小孩 我的小孩也是很喜歡這個口味 小孩也吃這個 撕開就可以吃了 好吃耶 吃來看看 嗯 這樣真的很好吃的耶 對啊 這是脫液酸 日文叫西亞瑞珊 通網路的營養的 200倍的營養在裡面 吃了一條就整個改善你的體質啊 然後皮膚狀態啊 還有一些腸內的環境會變很好 六種的食物的就是 應該要攝取的糖 糖 糖質營養素 糖質營養素 也有 早上是不是也可以加在優格 因為我覺得它的味道很像可以當 可以啊 你很懂它對不對 我的媽媽朋友們來到家裡 就是喝下午茶的時候 我就這樣 這樣直接給也可以 還有別的口味嗎 還有 還有就是 藍莓 莓果 莓果味 還有莓果味道 然後小朋友的話比較喜歡這個 原味 原味 就是鳳梨的感覺 就是鳳梨的在日本最流行 然後想要晃個星期的話 就有玫瑰味啊 他們只有出吃的話 他們有出那種可以直接擦 或是什麼 有有有 從外的話 也有化妝水 還有我最推薦的是他們的面膜 還有精華液 好想用喔 以前是只有在日本 然後日本的話 櫃檯只有在銀座的 銀座6 銀座 裡面有櫃 那我們特地去銀座才可以買得到 那現在的話 台灣有網路可以訂得到 我記得在附近 附近 是附近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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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閃百貨的 那個我記得 對 有在那個快閃櫃台 他先快閃櫃來試一下水 啪啪Store啊 是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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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快閃店 所以可以去進市去試試看 然後可以進市去看他們的樣子 是什麼樣子 然後可以試吃 好耶 好棒 繼續看